点赞,关注,转发分享,接收新鲜有趣的娱乐故事 谢谢支持 要问娱乐圈的水有多深,用深不见底来形容是最合适不过了 记得成龙曾经说过,自己会出一本书专门讲述娱乐圈奇闻 但是必须得等到百年之后才能爆出,因为怕遭人报复 而娱乐圈的一些女明星表面光鲜亮丽 但背地里为了走捷径,也甘愿被潜规则 而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四位女明星,号称娱乐圈最干净的女明星 她们没有整过容,也没有传过绯闻 简直就像娱乐圈的一股清流 刘亦菲 说到最干净的四位女明星,那神仙姐姐刘亦菲必然在榜 毕竟是被称为天仙的人 刘亦菲的脸蛋儿可谓是无数整容爱好者的向往 但是很少有医生能够做出来刘亦菲的感觉 刘亦菲的骨相实在是太优越了 很难可以通过人工仿造她的长相 尤其是微微凸起的驼风鼻,非常具有个人特色 如果这个鼻子放在普通人的眼里就是缺点 但是放在刘亦菲的脸上就是锦上添花 人人都想整成刘亦菲的样子 但是刘亦菲美在骨,并不是光有皮 除了拥有360度无死角的美貌外 刘亦菲的仪态也非常优美 为什么网友都愿意叫她天仙 可不是刘亦菲口中通稿买多了的原因 是因为刘亦菲真的好像天仙下凡一样 她气质出众,落落大方 绝对不是瘦成肝子一样 有人说刘亦菲太胖了 其实这是因为上镜胖十斤的原因 现实生活中刘亦菲的腰臀比是非常完美的 她绝对不是那种追求白又受审美的人 刘亦菲的出现也是缓解了很多有外貌焦虑的人 而一位追求病态审美也是非常不正确的 经常去健身房锻炼的人一眼就看出来 刘亦菲的身材是经过多年锻炼才能拥有的 健康又好看 尤其是在穿高定礼服的时候 刘亦菲就像一只光彩夺目的孔雀一样 但是比刘亦菲外貌身材更为优越的是 刘亦菲的那种淡然、佛系、自尊自爱 出道这么多年 她从来都没有传出过绯闻 也没有出现过负面消息 唯一公开过的恋爱对象就是宋程县 其实女明星男明星大多会在公司的安排下 闹出一些绯闻 一方面是给自己长流量 另一方面可以给公司带来实际的利益 但是刘亦菲就反其道而行 自始至终只有宋程县一任男友 要搞笑的是 某段时间还传出过刘亦菲和朗朗之间的绯闻 然而刘亦菲压根就没见过朗朗 当时面对记者的提问 刘亦菲笑着说 知道朗朗是一个国宝级的钢琴家 但是会不会弹钢琴并不是他择偶的标准 如此高情商的回答 既澄清了与朗朗的绯闻 又维护了朗朗的面子 而刘亦菲如今的事业也是更上一层楼 虽然沉寂了多年 一旦回归就直接成为顶流 刚刚拿下了宝格力在中国第一位 直宣的全球品牌代言人 国内外四大平台同时宣布 当时在宝格力品牌的活动上 刘亦菲还当了英文翻译 有言还有才 刘亦菲上辈子是拯救了银河系吧 李庆 接着我们要讲的第二个明星就是李庆 李庆是一个非常可惜的女明星 她一直都没有爆火 但是她的名字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其实李庆是一个起点很高的人 她小学的时候学习的是昆曲 被国家秘密培养多年 后来又去了娱乐圈 但是她依旧保持着自己的清纯和干净 在女明星走红毯的时候 大部分人会为了博得眼球 看一些非常暴露而奇形怪状的服装 但是纵观李庆的所有红毯 你会发现她几乎没有穿过暴露的礼服 都是非常大气而合身的公主群 有的时候品牌方的衣服过于暴露 但是李庆又不得不穿他们家的衣服 便往里面加布料 虽然加完布料之后的礼服跟原版相比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李庆却毫不在乎 她也不想要跟其他女明星争其斗艳 只想保留自己的底线 而李庆本人也是没有整过容的 她的外表看起来十分清纯 眼睛尾巴的形状是向下的 所以给人一种非常懵懂 非常可爱少女的感觉 都说向游新生 网友说李庆的眼睛中就充满了干净和清纯 其实事实确实如此 当你在看李庆的写真照的时候 就发现她的眼神中有一种出于你而不然的感觉 虽然身处娱乐圈这个大染缸 但是李庆几乎没有传过负面新闻 没有跟某些富商传绯闻 也没有一拍剧就跟男搭档玩暧昧 李庆尤其注意自己与男明星之间的距离 当时她与张若云拍电视剧的时候 就可以保持着自己与张若云之间的距离 因为李庆知道张若云是有家世的人 所以当网友在磕她与张若云的CP时 李庆连忙放上张若云与唐一新的合照 这项举动是在告诉网友 你磕CP就磕CP 但是不要忘记了 人家现实生活中是有正主的 出道这么多年 李庆和多位男明星有过合作 胡磊 张若云 窦霄 从来没有关于二人飞闻的出现 李庆就是这样 在荧幕面前一直非常低调 不吵飞闻 不炒作 像一朵白莲花一样默默绽放着 狗仔也想拍到李庆点什么 但是想拍都拍不到 因为他生活很干净 这也是李庆在娱乐圈多年 却一直没有飞闻的原因 是因为当一个人的生活足够干净 那么狗仔即便连夜在家门口偷拍 也不会拍到什么 刘诗诗 人淡如菊用来形容刘诗诗 就再合适不过了 刘诗诗经常会因为优雅的形态上热搜 而且还是生涂 而这份优越的气质和姿态 除了先天条件之外 跟刘诗诗从小学芭蕾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刘诗诗比较适合淡妆 如果化浓妆的话 很可能没有淡妆好看 是因为淡妆更符合刘诗诗的气质 他并不是一个需要浓妆艳抹的人 而刘诗诗的穿衣风格跟李庆非常相似 他们不太会选择比较暴露而奇形怪状的服装 都是选择最干净最舒适最符合自己形象的礼服 袁红跟刘诗诗有过多次合作 他是这样评价刘诗诗的 他说刘诗诗就是那种特别低调的女明星 还非常单纯 单纯的就像那清澈的海水 一眼就能看到底的那种 有的时候在拍摄现场 一些男演员会故意说一些黄段子 刘诗诗听到这些东西后会迅速脸红 然后逃离现场 就连胡歌也说 刘诗诗是一个没有什么虚荣心和野心的人 他就是很单纯的人 从入行到现在 他的内心一直没有发生变化 一直保留着当初的那份最单纯的心思 而且卓伟在回答粉丝提问的时候 还特意提到了刘诗诗人品好的问题 现实生活中刘诗诗也是非常低调的 简直就像娱乐圈的一股清流 刘诗诗不棒大款不传绯闻 最后嫁给了爱情 自始至终刘诗诗都保持着一颗清醒的心 保持着一颗出于你而不染的初心 入卷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跟任何人传过绯闻 而他与吴奇隆的感情 也足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两个人如今也有了自己的孩子步步 刘诗诗的重心也逐渐在向家里转移 吴奇隆对她的好 也证明了刘诗诗并没有选错人 永梅 要说的最后一位女明星是一个老戏骨 她叫做永梅 也是柏林影后 永梅 她就像她的名字一样 浑身散发着真善美 像梅花一样坚韧温柔 其实永梅不是科班出身 只是碰巧遇上了一个导演的朋友 这位导演的朋友一眼便象征了永梅的气质 觉得她很适合出演某个电视剧的角色 于是就把她推荐给那个导演 后来永梅就出道了 虽然不是科班出身 但是她的演技十分精湛 更是凭借电影《第九天长》 获得了柏林电影节和金鸡奖的最佳女主角 除了拍戏 永梅几乎不会去参加什么商演 所以用女明星来形容她有一些许的不合适 因为永梅是实力派演员 是老戏骨 永梅是一个蒙古人 但浑身散发出的气质却完全不像蒙古人 像一个温婉甜静的江南女子 所以永梅的家人也经常嘲笑永梅 说你哪像个蒙古人 蒙古人就没有像你这样子的 永梅和丈夫鸾树结婚三十多年 从来没有传出过任何关于婚变的消息 不过令人可惜的是 两个人至今也没有要孩子 只可惜两个人如此优秀的基因啊 永梅、鸾树 连名字都这样般配 除了情史干净外 永梅还有一个特别好的点 就是她坚决不整容 不惧年龄 拒绝修图 其实在娱乐圈中 有很多女明星疯狂追求抗老 不许往自己的脸上注射各种各样的药剂 试图追上时间的脚步 但是对于永梅来说 她宁愿优雅的老去 也不愿意上这些科技与狠活 当其他女明星晒精修图的时候 永梅却能直接晒出自己的生图 所以她就是这样一个真性情且极具自信的女性 她的气质就是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感觉 气场十分强大 温柔而坚定 充满了岁月的沉寂 她甚至告诉那些人 不要忧虑脸上的皱纹 不要忧虑老去 因为那是岁月的痕迹 永梅告诉所有人 她不会对皱纹感到紧张 反而有些骄傲 因为她的故事写在她的脸上 她这张脸就是对时间最真实的一种致敬 这样随性而豁达的心态 有几个娱乐圈的女明星能拥有呢 永梅出道二十多年 在娱乐圈中也有很多人脉 然而从来都没有跟任何人传过绯闻 娱乐圈的一些大咖 诸如陈道明 吴秀波这些知名男演员 都毫不吝啬对永梅的赞美 提到永梅时 都会露出一副欣赏敬佩的表情 在这混杂的娱乐圈中 几十年如一日的保持自尊自爱 实在是一件难得的事情 结语 以上就是罗列的四个最干净女星 她们无一例外 不整容 不传绯闻 虽然有的女星出道多年 不温不火 她们也乐得其所在 在鱼龙混杂的娱乐圈 仿佛一股清流 像是在名利场里写诗一样 电视剧中的整容脸层出不穷 以上四位这种天然美女 实在是少之又少 那么在你心目中 你认为谁才是娱乐圈中最干净的女明星呢 请将你的想法写在下面吧